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们这里还是菜的呀 水 今天那个天色怕晒不当干了 把这鲁鱼洗起来 今天买了两条鲁鱼洗12块钱 本来想吃多饱鱼 多饱鱼要40块钱 大家好我是山泽子 今天买了两条鲁鱼 然后准备一条来清蒸 等下另外一条来红烧 小云哥最喜欢吃这个了 清蒸鲁鱼都很简单 在宽的那边进去里画一道 不要画太深 中间切开 往上面来一点点 这边用同样的方式 然后可以把它翻过来点一下 让它蒸起它都比较有造型 拿来烧自己打椅子花刀就行了 鲁鱼没得吃营养又好 给小二老人吃是最合适的 先把鲁鱼摆起 放葱 鲁鱼 要买那个饭 反正是要新疆那个蒸鲁鱼 水开直接上蒸锅 哎呦 上去蒸8到4分钟都可以了 我们这个时候先忙葱姜丝切去 切姜丝 美业是标准的越细越好 好 大葱切成段 从中间剖开 里面的馅不要 然后弯起 要搁紧点 后面再切碎 真的里面泡切 红椒碎 其实我刀工不到好啊 大家刀工好的朋友可以尽情续刀工 切得越细 葱丝 8分钟过后关火 再焖2分钟 现在拿着点点我们来烧鱼 多点泡椒 这盖子 端出来把里面的水倒一下 锅里面放点点油 下洋葱 姜片和大葱段 稍微炒一下 加一瓢蒸鱼石油 再加等米粒的水 然后把里面汁淋出来 这就是酒店里面蒸鱼汁的做法 挑出蒸鱼的葱姜 切好的姜丝葱丝还有红椒丝 锅里面烧鱼油温8次 喝油 蒸鱼的这儿要拧到边上 现在我们开始烧鱼啊 先把鱼放到里面煎一下 放个面 鱼两面煎好的先烙出来 剩下的油里面先拿着点 小火先炒一下 泡椒吗 豆瓣里面放点点 辣椒加到里面有一个特殊的香味 香餐啊 姜蒸蒙 加水 放鱼 调味来点生抽 鸡尖 胡椒粉 鸡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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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酒一定要烧 再烧了几口白糖 烧鱼的时候我们需要不停地把汁浇到鱼上面 鸡尖 这有点糊润 放鱼子 把饭端出手 一面炒三分钟 再翻面 这两个小的我捞到筷子的 时间到了 先把鱼盛出来 汤汁比较浓缩的时候搁点点茄 起锅之前挣点葱花 放点点油 那个汤汁看起来更凉 推荡哈 汁淋上去 刚才剩的葱姜水放在上面 刚才剩的葱姜水放在上面 这个不用泼油哈 来来来来来 咦 好 你喊你了吗 咱们给你做了一个清真云 来 那儿 正在哪个鱼 叔叔爬 看说是哪种 谁别哪都能好吃 给你摘点 一点摘点子 要葱丝 嗯 其实无头小儿不懂喜欢吃肉啊 都能弄这个 喜欢吃的营养又好 鲁鱼以为上的肉 肉质都很好 真的那个汁味道更好 好 这个是老下饭哦 有趣的事啊 想不认为下饭的都很安逸 中江蘇德士是可以吃 媽媽 你真的吃了這個麵麵呢 不放著呢 我吃了就吃了 我吃了就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就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嗎 嗯 还会吃这些 你是啥子星座 吃荔枝 除荔枝你是啥子 美丽 美丽啊 你除荔枝还是把人弄 还不是 拿除荔枝星座啥子 叔叔跟下来啥 忘记了 水瓶枝 水瓶枝 水瓶枝还是特点 水瓶枝 水啊 你说你是猪猜黑水是不是 嘿嘿 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 有点是要吃荔枝 有点是光吃荔枝 不得了个什么 你个人起码吃半条鱼 可不可以我还想不想在哪里 还吃不吃在哪里 不吃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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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结尾路了 嗯 吃饱了很踏实 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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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